因為它沒太燙 你會喝 它剛才對我們水來的散發 是最好的時尊 所以它是溫溫的 反而是最好的 是 好 我現在喝就是溫的 真的好喝耶 真的很舒服 近前我喝過的朋友 快點聽到Bingo說 你就在上頭了 好 今天一樣 買一斤 送一斤 只要1980 一年一度的三六K 就在0800-551900 空白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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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喝好多的朋友 三六K 空空空 不要錯過了 再次謝謝 專業自查的 和平方茶廠的李憲平 謝謝你 一通電話 找獲得國家品牌 玉山獎首獎肯定的 和潤企業幫您搞定 快播0800-365-365 0800-365-365 超級爆爆 是我們的電台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超級爆爆 我是阿鳳 我是余燕 阿鳳對這裡聽說中華電信 我真的很多朋友 常都跟我願談說 真的想要去拜託 這個蘋果日報 今天頭版頭就說 這是繼衛生紙之亂之後 台灣又陷入了 瘋狂的電信資費 499之亂 真的是這樣 台灣人實在是 其實也不算多少錢 但心裡就是不甘願 因為有一個朋友 是說他上個月 才去參加這個1399 結果現在 上個月才續約了 結果原來499 可以做到的是 現在1399還要再加付 而且還不能毀約 所以大家期末期不好 不過我有去淘淘問過 他們說你放心 499跟1399的頻寬 絕對會不一樣 他說 電腦不用這麼多 不是每天要靠電話 怎麼會 他意思是說都不限速 但是因為是用share的 所以 你499的人一定比較多 是 本來你一定卡卡 是 你如果是換的時候 還要賣錢 但最重要的是說 還要排隊 當然人實在是 生態很好 大家都要排隊 賣彈塔也要排隊 這個排499也要排了六小時 你看那些 今天捧個日報的 照片出來 大家都幾百多歲 結果全部的人 真的還戴了太陽 還戴了墨鏡 太陽帽 還有陽傘出來排隊 要來499續約 這是今天捧個日報的頭版 每個報紙也都是做成很重要的新聞 是啦 不過大家 都會把這個中華電信 當作是這個政府單位 這還這麼大的怨氣 因為你看 我們現在說遠傳 亞太 還是台灣之星 他如果做這樣的改變 你會用這種態度去對他嗎 你會把它當作公司 對 其實他已經民營化了 但是 但是我們對他的要求 也很多 因為他也是半官方的 今天這個 很多報導都報導了 就是 也做很顯著的版面 大馬馬來西亞 他現在新的總統是92歲 92歲 不簡單 你看鐵仔這麼用 阿民也金金 對啊 他是首相 馬哈蒂 曾經在這個 過去 曾經在馬 這個馬來西亞 已經執政過22年 是當年是威權統治的一個代表 對 真的 我自己在想說 我當然對於馬來西亞政情 沒那麼了解 可是我覺得 國際政治太精采了 有川普這種人 就是演脫口秀的 可以到當上總統 然後每天的國際政治 就是叛戲一樣 然後接著有這個 北韓的 還有習近平的 然後這整個國際政治 幾乎就像演連續劇一樣 92歲也可以出來 所以沒有什麼 是不可能的 那馬哈蒂哥安華本來是情如父子的 那現在反目 然後最厲害的就是說 安華後來下監 下獄 對 他的理由是 他兩次被關進去監獄裡面 都是因為 起訴最多叫雞肩 都不知道真的假 但是都說 國際政治 政治恐怖就是這樣 他不只要把你的管理拿下來 他還要弄到你身敗名裂 對 所以這是馬來西亞 國際政治 我們現在真的常常要看國際版 因為變數真的非常多 尤其今天還有一條新聞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新聞 台灣民政府 被搜索 然後呢 重要的是說 近年在那個秘書長的衣櫃 在敲到1.3億的現金 林志生 可能他們家就是好人 但是這個桃園地檢署 他指揮桃園市調處 他是說 這個 他是說 這個台灣民政府 涉嫌 販賣 這個身分證 車牌 行照 旅行證 分別要價一千塊 一千五六千跟六千元 然後而且 第一張的台灣民政府的身分證 在六年前都賣出去了 還開放大家來 印製一些旅行證的機器 每單位還要價五十萬元 這真正很厲害 有很多人相信對不對 對 重點是這樣說 那當時候他就虛構了一個 美國軍政府 將來也接管台灣 所以這個所謂的台灣民政府 他的首都在哪裡對嗎 在哪裡 說在華盛頓 美國軍政府接管台灣之後 所以台灣民政府 以後首都到華盛頓 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說這條新聞 因為這裡面很多也是我熟悉的朋友 但是看到 就是所謂官位分紅 我們現在要知道 不管我們這個人是什麼人 其實我們要理解的是價值 就是沒有一個國家 那是我們用錢真的買得對的 那種價值 就是民主的 自由的 還是說 我們對人的基本的態度 那是會到我們每一個政地態度裡面 所以如果說 買一個車牌 就要價一千五 要一個旅行證就要價六千 我覺得這就不是這麼厲害的 但是我覺得它裡面還是有一些人 其實他們當初是說 比如說買一張什麼新聞證 還是這次牌 他們心裡面其實也知道說 這東西最沒有現在是不可以用的 他買的是一個紀念 是一份對這個所謂台灣 自己有一個政府 有一個國家的這種心情 對對對 有的人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知道說 這些錢買去買 也可能這 最好是不是詐欺 搞不好都還不一定能成立 沒錯 但是就是說 不管這個是中國政權 還是說是一個美國政權 其實我們希望說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自己的國家 自己可以做的東西 因為這個台灣民政府 這是因為人民去告的 他說是 等不到建國 建國去告詐欺 我知道 所以我們不知道裡面內情是什麼 但是他是說 查扣了林志生無比的房地產 那這個是他自己的還是外面的 我們並不知道 那他因為他獨家發行身分證 結果有人民拿著這個東西去辦美簽 就被碰到 當然是這樣子的啊 對不對 但是 我是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 大家支持這個台灣 做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是很好 但是如果有人拿這個東西 來練才就不好了 對 我就覺得我們政治上 真的還蠻多人是詐騙集團 我們等一下 八點十五分的時候 這個民視的主持人 政經看民視的彭文正 彭教授 彭教授 今天等一下八點十五分 會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但是他今天不是正經看民視 今天是民視斷訓與否 來看報道 今天是宜宴看民視 沒有 不是來看我們報道聯報人 但是我們剛才說 很多報道的討伐 今天講主事報的討伐 我請問很重要 因為是竹聯邦走私 就是109把槍 查獲了超過上萬發子彈 他昨天是兩個主權 從新加坡壓到台灣 壓回來 那這個是2009年到現在 有9年以來 台灣發現最大宗的槍彈走私案 他找出來的 這個制式長短槍就有100多把 他可以攻一個連 可以武裝一個連 而且這個操盤的貨主是 是竹聯邦紅人會板橋分會的會長 我就要問阿鳳 你拿這麼多錢要做什麼 對 有人說 竹聯邦跟所謂的統促黨 根本就是一個組織兩塊招牌 是 但是黑道的確會 國家造成很大的危險 那我不覺得 我自己直覺 因為我們也沒什麼證據說 他是為了武裝探國 或是為了混亂台灣 或是搞不好他是真的走私槍性 然後走私毒品 一些可能是賣錢 我們最 我們最不知道的是 他的心情是什麼 可是我想要提醒所有台灣的朋友 我們面臨的是很艱困的情況 以前我們都覺得我們的 保護我們的地方是台灣海峽 覺得說我們國家安全 所以我們要保衛台灣 可是現在我們的對手 他們在打擊我們的時候 是到大街小巷 你看這一次就是竹聯邦的人 帶了一把零九把打槍進來 還有上萬發子彈 如果我們做一個假設 就是隨便講 就是如果他們是在 趁著哪一次群眾運動的時候 問亂台灣 裡應外合 你說這個可憐 而且你要注意 大家都有時候看新聞 都出一個過 什麼是制式長短槍呢 不知道 制式製造的意思就是 那種合格的工廠大規模製造 然後統一規格 正式製造的 不是所謂一般所謂改造手槍 改造長短槍 它的效果是什麼 它的效果就是 它的那個整個火力啊 它的整個那個規模 都是比較能夠是控制的 你說一家百幾個 然後一百多把 然後你如果同時武裝那個 一批人 那這些人你的這個領導統一 就會比較能夠統一 甚至說大家一起用 一起行動 就不會有這所謂的武器 不協調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 一個訊號 一般黑道人 要用這個長短槍 也不用用制式 對啊 對啊 還是你比較了解 沒有錯啊 那所以其實 會不會是過去的文攻武嚇 文攻武嚇 那過去都是 老共就嘴巴一直罵 那就覺得台灣誰理你啊 可是現在的武鬥 會不會變成一個趨勢 因為反年改的 這一次從軍公教到軍警為主 到了昨天 其實軍改案過關 那所謂的799壯士 退出離開了立法院 我都覺得台灣社會是 在逐漸的不穩定中 那當然我記得以前 邱怡人秘書長有跟我說過 就是在上一次阿扁執政的時候 每個禮拜六 禮拜日的時候 總統府前面都是滿滿的城抗 今天是A團體 明天是B團體 當年邱秘書長就說 其實以國民黨執政 這麼久的時間 他要在每個六日的時候 來發動抗議 這人家就有這個實力 可是到了今天 你最近會看 不管是柯市長 或者是在一些政論節目 或者是一些 他們開始就講了 國民黨也只有4% 民進黨也只有2% 加起來只有6% 真正的所有的台灣人民 都是那94%無黨級的 這94%的人 我們就要挺 不要挺這藍的跟綠的 那要挺誰 那要挺誰 對 所以這樣的聲音會慢慢起來 之後我倒覺得 其實我們的對手 真的不是國民黨 因為很多人都說 民進黨你的對手是說的 我是不是 不管是台灣 是6%還是94%的人 我們都是應該團結起來 保衛我們的台灣 所以我們對手 是在於 以飛彈對整我們 每天文攻武嚇我們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過雖然說 這次這個 主聯邦走私這個事情 好像那個警政單位是有說 看起來像是黑道要火拼了 但是同一個時間 對 中華民政部也說的話 他說這個 陳抗團體 有考慮要用這個 所謂的組織犯罪方式 來偵辦他們 早就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 我倒是很擔心 因為竹聯 統促黨 或是整個系統 他們本來就是串聯的 那甚至演藝界裡面 也是只要說到台灣有主權的 就是一面喊打 那到了甚至昨天 柯文哲今天也是在各報裡面 都會報導 就是柯文哲他講的話之後 那結果他昨天收回了全部的話 他是說 他會講 向大家道歉 是基於情感因素 他不是收回兩岸一家親 他是像兩岸一家親 生來不爽快的人 但是他沒有收回這個話 他說因為 你們要他 很多人要他收回去 那是因為 因為藍跟綠都綁架他 像他就根本不想上 綠色和平那種電台 我聽了對 雖然我們是佛德聯邦的忙 但是我聽得很不甘 因為你社合平 是正前很多朋友 到基站這樣提起來 是一人一萬塊這樣做起來 我們不知道 這個陳雨昕大哥 聽了這句話 心態怎麼做什麼感想 對啊 我也很好奇 就是彭P 他聽到這些話 心態是什麼感想 但是我們 現在愛心進捷的功格 我們等一下要討論的是 民事斷序 這跟台灣新聞自由的保障 還有未來 台灣在商業模式之下 越來越多的財團 他可以決定說 你要看這一台 你要聽那一台 那台灣人 聽得到的 是不是真實的聲音呢 現在是8點13分 休息一下 隨便回來 專車擴散 只要萬三個 不要懷疑 來加南汽車 專車擴散 只要萬三個 保障給你萬一 購物行車紀錄器 前後鏡頭加倒車錄影 廣角一百二十度 四點三寸螢幕 只要一九九零元 金卡 五三五三 五三五三 無論時間經過多久 上豪宅追求的目標 只有一個 打造安靜舒適的居家環境 這是一種堅持 也是一份責任 豪宅配好窗 上豪宅隔音器密門窗 ISO國際認證的旅門窗製造廠 SYL 新洋龍 爸爸 有個貧圖多難 貧圖不會難 我用耐心一點一點來 只要這副推通的業 沒有要一倍一倍來 推通前陣技術警察 五十幾個三億元鐵 會經驗經濟好表現 每次經驗經過夜 推通創造醫療 本營面安心勝負 不可以 片途已經帶來台北來 妹妹 要來技術表達好嗎 好啊 貴家技術表達 表達台北好美 以上講到有行政院提交 母親節 台灣大車隊55688最貼心 讓您免費大車 再抽母親節好禮 最集下載55688APP 搭車玩抽獎 每趟都有機會獲得 兩百元搭車金 拍照上傳活動 再抽二十萬大獎 獎品多元豐富 讓媽媽收禮收得樂開懷 詳請請上台灣大車隊粉絲團查詢 歡迎 我免風鯊 呼呼喬 小鼻子炒 不禮由 旅窗隔音如果要好 廖愛高 装潢家隔音门窗 用料实在 兼顾的领导品牌 料爱高 生我才不会怕操 专家首选 装潢家隔音门窗 掌握新闻脉洞 超级爆爆 与世界同步更新 欢迎回到超级爆爆 我是简易燕 今天现场来到的是彭P 彭文正彭教授 教授你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彭文正 对今天要来谈的就是民事 这几天从中部开始逐渐断讯 目前的断讯户已经到达多少了 目前还是停在76万户 不是还是 我一直听说随时就会到冲到上百万户 现在是这样子了 凯博在临时昨天晚上 本来昨天晚上11点开始也要断讯了 现在临时 他是知道你要上博德联报吗 对啦对啦 他知道说简易燕要给我讨论 他说压行压论 压到车门 叫我小心一点 那个是周杰啦 不是我 那所以 民事断讯这个事情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但是我以前就很担心 因为有线电视 我们播新闻或播节目出去了 除了做一个节目的端 比方彭P现在在民事主持节目之外 但是做节目端内容端 那要送到大家的电视机 打开电视 看到那个节目的话 中间要透过有线电视系统 那我们台湾现在的问题 就是有线电视系统里面 有一家是凯博 那也有中家 还有很多家 那里面最大的凯博 他就是蔡明忠 也就是台北富邦 也就是台北富邦公司 所以他拥有了台湾 有线系统的决策权 他可以决定说 今天民事是放在第六频道 或者在第106频道 这个是他的决策权 所以就变成说 你是内容端 你的钱很多是 你赚到的利润 很多是要分给有线电视系统 那所以这一次是因为 大家的租金的费用 瞧不拢对不对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那重点是什么 今天民事新闻台 民事新闻台 就是不是没刷台 不是戏剧那边 是正经看民事这边 有线电视系统 对 你看我们20年来授权系统商 就是台湾宽屏 TBC就郭台铭了 我们授权郭台铭 可以把我们的节目 提供给听众朋友 然后听众朋友才看得到 我们授权他 2块 你知道跟我们比 不用比太远了 就比我们隔壁台 左边台 右边台 3例 24块 那 TVBS 差不多在16块到20块之间 你说这是商业行为吗 好那你要问我说 那为什么过去会卖那么便宜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台面上台面下 他只付2块 对这是我们过去就过去民事20年来谈到的价码 好那 以这个情况来讲你说你今天正要谈商业 不管他们提什么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理由啦 你如果要谈商业的话 我们的收视率 整个频道的总和是赢三利了 跟TVBS不上上下 那我们按理说我们应该可以卖20块对吧 结果我们卖2块 那你说这是商业的问题吗 他后面讲一大堆啦 说什么 啊我们要一搭二一搭什么 我告诉你一搭一百都划算了 所以这不是商业问题 你想也知道这不是最大的问题 你觉得这是政治问题 这当然这不是这不只是政治问题 这根本就是国安问题 对 很清楚的 所以说 但是我担心的就是 以前在台北市有费率审议文 他审查费率的时候 因为他是决定说 人民你是缴495块 还是缴300块 给这些有线电视的商人 那但是现在他们大笔议会 他说那我就帮你断讯了 我们就算了 就不给你播了 那其实以这个的话 断讯一次你们损失的费用 民事损失的费用就非常多了 这样讲了 这个费率审议委员会 他只审什么 他只审这些系统台 电视台 他要跟民众收多少钱 一个月收五百 还是四百 四十五 但是他没有去管 你要给这个内容提供者 就是像民事TPBS这些人多少钱 结果你知道吗 他跟我们收五百块 他只拿150块 去扮所有的这些电视台 所以就是什么TPBS中天 三立民事这他们那你看到一百多台加起来 只占了他这个跟你收的五百块中间的一百五十块 所以他是一本万利 他才是暴利 他是违反公平交易 他拿走七成 好先不谈说他拿走几成 剩下那三成他是怎么分的 怎么分的 怎么分的 你看看三立TVBS 一个人头户 二十块以上 我们两块 因为早期民事不是那么想要赚钱的台 坦白讲 就我们跟其他台属性不太一样 我们是带着理想跟使命创台的 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商业利益导向 但是 也没人去乎人去乎我这样 其实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台湾有史以来哪一家电视台 这样被系统台断过讯 他怎么会是商业问题呢 你看台湾有上百台的电视 每年都在跟系统台谈价钱 再怎么谈不拢 最后都会圆满结束 因为行李人就是行李人 不会做那种玉石俱焚的事情 有什么理由 让你今天过来 说民事被断讯就断讯 很简单嘛 后面有人在跟你塞人 后面有人在跟你说 你要把民事断讯 我跟你讲 有本事把民事断讯 让这个台湾的目标 大家看不去告到 光这件事情 你拿到对岸去邀功 何止拿着一千亿人民币 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很多 这种这些的比方说 有线电视高铁 或者是一些媒体网络 其实它在一个国家 是叫做神经系统 它是决定 我们能不能收听到 了解到真正的讯息 可是现在这些系统 都被红顶商人把持 对呀 比方刚刚我说了 凯博是蔡佳 然后你今天有线台的 系统台是郭佳 对本来蔡衍明要买旺中 一直没有旺中蔡衍明 本来要去买那个中加系统 一直没有放弃 后来因为大家这个 一些传播学者 一些社会人士出来阻挡 所以我们去靠NCC做这一些 当NCC里面学者都是我们的朋友 可是我真的觉得 都是一些三流学者 我真的觉得不要啦 也有几位学者真的不错 哎呀算了 我还没有掀他们的底 但是真的去靠学者 来做一些政治是非常复杂 跟现实 我都不觉得他们能够扛得起 这么重要的国家的神经网络 脉络决策 所以当红顶商人买走 决策一切之后 现在民事断讯 大家都问说那怎么办呢 看不到民事 有的朋友没有看 政经看民事之后 晚上就睡不着 那所以怎么办 是看MOD吗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网络上吗 要看到政经看民事的方法很多 你可以在网络上 在YouTube看 可以去MOD看 有很多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呢 都很好 你们都还是可以看到 政经看民事 可是 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制裁郭台铭 因为就郭台铭来讲 他的个人身家2400亿 你去断他的讯呢 他去断我们的讯 你去退租这些东西 坦白讲你用经济制裁他 他根本就没在乎 他不在乎啊 第一个他钱多 第二个我刚刚讲过嘛 你有本事把民事新闻台断讯 把他下架 你跑到对岸去 这是大功一个 可是NCC不是罚他们 总共罚多少钱 330万 第一次罚6万 被大家笑得满地找牙 对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 郭台铭他在尾牙宴上包出来的红包都不是10万起跳 就是30万了 30万起跳 就罚6万 那现在罚330 也只是尾牙宴上的主持人价吗 这么好 哪一个帮我介绍一下 330万 你想想看 这可以郭台铭的身价2400亿 他可以罚1400年啊 对 所以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的媒体 有时候我来自联合报器 有时候我看联合报器 我倒觉得说 虽然他跟我们国家立场不一样 可是人家至少还会讲一些 比方台湾的一些不同立场的话 偶尔还有一点反共啊 我坦白讲 有时候看到他的那个文章 我还掉一两滴眼泪上 说哎呦你还有台湾意识啊 那中字辈就不用谈了 对 他们现在各家报纸 我们跳出来谈 就是郭台铭他的想法 郭台铭当然是商人唯一仕途 你要要求商人 不要为富不仁 是不可能的 他就是要富 他就是要不仁 他才能成为商人 所以他商人无主国 他现在最大的 给他最大的钱的 赚钱最多的就是他的国家 那所以去要求 商人无主国 总有良心吧 你这样太苛求 好那我现在就是说 呃其实 在这个时候 民事要面对 他现在断讯 至少昨天半夜很咖了 可是如果继续持续下去 我举例啊 假设国台被人给他施压 他说你就给我民事断到底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做最坏决策 那就是把郭台铭赶出台湾了 怎么办呢 你说这样子台湾如果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你难道觉得台湾大学管学事件是一个单纯的事件吗 你难道觉得他只是一个教育的事件吗 你去看看他背后的这个领选委员会的蔡明星 整个富邦集团是台湾银行第一个唯一一个在中国可以落地的人 你以为他是有实力吗 再看看郭台铭在中国的这个十几个省份都有他的厂 然后你以为这个只是他会做生意吗 这中间没有政商附带条件吗 其实台湾的这个情况跟香港很像 香港在1997年之后对外他们是 香港被中国接收了之后 对外是说我记得1997年7月1号那天报纸的头版头是 舞照跳马叫嫖香港50年不变 但是接下来香港的媒体到目前为止 有三分之以上都已经是老板就赤裸裸的是 中国的商人里面还包括五丁大亨酒店大亨 那同样台湾的情况也慢慢一定是这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一定先买当地 比方他要制裁当地 他想要获得控制你的政治经济跟土地人民 他第一个一定是先买媒体 两军相战嘛 好他假设他先攻假设 今天有一个人攻占台北了 攻占之后第一件事一定是占有广播电视台 广播台 好所以就像我们包罗先生也是他们进攻的第一个重点 这是全世界从20世纪打战到21世纪都是这样 控制你的神经网络 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在有线电视系统已经 昨天讲完为两岸一家亲道歉完了之后 国台办昨天晚上出来说了 国台办发言人安丰山还透过书面 正式回应柯文哲说的 他注意到柯市长的澄清了 他是他澄清是说没有啦 他不是道歉这句话而已 他没有要收回这句话 所以他说中国方面就说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自然是两岸一家亲 这意思是什么 中国是对台湾是管多少 我们现在时间是8点钟了 跟我分休息一下 继续回来 昨天熬夜加班累坏了 年轻人 上班打拼精神也要照顾 像我开车开整天 都靠保力达蛮牛 有维生素B群 来 这罐你试试 真的精神都来了 以后拼业绩就靠它啦 尽力充沛 保力达蛮牛 树林华南银行正对面 走错家会后悔哦 缺钱吗 去金华 借一万月席两百元 快打26837711 树林华南银行正对面 走错家会后悔哦 生活这样才热闹 吃饭咯 生活 处处是味道 哦 累了 就好好睡一觉 生活就该如此美好 DK时尚精品窗 嗨 我是健的谢一芬 你今天吃坚果了吗 现在万岁牌每包都有食品安心履历 从原料到成品严格把关 坚果资讯一清二楚 安心看得见 所以不吃万岁牌 我可是不吃的哦 只有DK可以挡住外面的风雨 守护全家人的幸福 DK时尚精品窗 扩桑 你终于坏性车了哦 对啊 结果我比较后了 就是这台无特的ESCO 它有建口车的品质 空间大又舒适 让我女儿子拿公主般的享受 还不太贵 ESCO 有名是豪华中行车 幸福小车驾 现在五五好享受专案 有五万政府就换金 够五万福特好礼 再抽豪华公主邮轮 双人行李邮金呢 看起来哦 现在和ESCO回到时哦 对啦 FORD 今天公团怎么没人 哎呀 你不知道哦 大家都算一笔新八字啊 啊 是什么 护镇事务所有快速入籍服务 够机会投到团房去车哦 喂 护镇事务所吗 有没有申请成立博物 做回住在新北 涉及新北 以上公告由新八字政府 民政局提供 掌握新闻脉动超级爆爆 与世界同步更新 欢迎回到超级爆爆 我是简宜燕 今天在我旁边的帅哥是 还有帅博是彭文贞 彭B来到了节目现场 刚刚我们提到的民事被断讯 到昨天之前已经断讯七十几万户了 本来到我们担心到明天后天 继续扩展下去会到一百多万户 那但是NCC当然从罚六万 到现在真罚到三百三十万 到底能不能让整个电视台的生态 甚或整个新闻界的生态全新变化 我自己是非常担心 那以前在台北市政府官传局 开的费率审议委员会 我们曾经内部提议是希望除了审查费率 台北市四百九十五元之外 希望以后各台有大变化 比方说民事要被断讯 或是某台要从四十五频道转被调到 一百四十五频道的时候 重大变革的时候 必须经过费率审议委员会重新开会 如果不听费率审议委员会的话 就再继续就把他的费率降下来 降个五块十块也都可以 所以就这一些的努力民事会不会再做一些努力呢 事实上政府一定要管 这件事情不是商业行为 那NCC这次罚也罚了民事二十万 我就四个字回应NCC叫莫名其妙 NCC的这个法法就是叫两边各打五十大板 然后做一个政治的妥协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个 基本上就是一个红色的手 深入台湾的观众的遥控器 白话文讲就这么简单 所有的商业行为都不可能这么做 然后你看看郭台铭去年买了这个台湾宽品 今年第一次跟这个民事要重新议约 他就下手 对 这整个手段的铺牌非常清楚 另外如果今天是个堂堂正正的生意人 光明正大 你要买台湾宽品你就买 对不对 结果你看他在海外包了四层的公司 弄新加坡商 然后在海外弄个基金 然后用个人的名义去买下那个基金 然后掌控基金 这样这个基金来百分之百掌控 买下这个台湾宽品 用了四家公司包来包去 然后地址都一样 所以这个做法你就让他知道说司马昭是新路人皆知 你要买一个系统台 又不是买军火库 干嘛躲躲藏藏 除非你的动机不良 除非你的这个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势力介入 这个很简单 所以我在讲的是说 台湾的国安系统把这件事情的视而不见 把管中民的事情视而不见 把八百壮士的事情视而不见 这些一个体系的做法 你仔细去看看这些人的脸谱 他们不都长得很像吗 甚至是同一批人用同一种手法 在整个相同的体系当中相互取暖 在不同的这个场域做一样的事情 在教育做这样的事情 在媒体做这样的事情 在军方高层退休将领当中做一样的事情 在黑道也做不清楚吗 黑道的像今天的各报都讲了 109支长短知识手枪 是 这些也都是同样的系统 你看看嘛 台湾什么时候 你看台湾一年有什么 什么这个 黑道有什么火力火拼过吗 我告诉你这个台湾可能 这50年来 黑道拥有的枪支 都可能都还没有办法像这样 可以装备一个脸 对这是 所以它是黑道火拼吗 这是这10年来 台湾是西西里倒吗 所以我们的国安单位 系统麻痹我甚至觉得国安高层 我在节目当中 很不客气点名有些人 我说我从本节目强烈质疑 你是匪谍 我们的确台湾是在面临一个 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那我自己也觉得 所有我们过去以为保卫台湾 保卫台湾的是台湾海峡 我们只要守住海峡中线就可以 可是是现在我们的媒体 还有这个整个通讯系统 甚至到学术界到媒体界 我们都会出现所有的争执 都已经散开了 当然这个是中国方面 有一些做法 所以我刚进广告前 就想要问柯P 也不是想问彭P 柯P的事情 我太怀念柯P了 柯文哲这一次 昨天的事情 就是他上节目说 为两岸一家亲 造成一些朋友 不松快来道歉 柯市长最后说 这是对这些不愉快的人的 情感抚慰 你们有没有被抚慰到 他谈不谈两岸一家亲 其实不是我的重点 因为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 你说你今天是支持共产党的 你的信仰是共产党 如果你在台湾可以说服人 这就是民主政治 将来我们就来公民投票 我们来决定台湾 要采取共产党的体制 还是民主体制 如果人民选择共产党的体制 我也认了 那这个就是民主政治 愿赌服输 所以其实我从头到尾 我并没有对他的两岸一家亲 很感冒 因为我觉得 这是他的政治表态 他的政治权力 对 因为你再怎么样感冒 你不会就跟国民党差不多 甚至跟新党差不多 那这些国民党新党在台湾 加一加也有个百分之四五十的支持度 我没什么好讲的 这就是台湾人 这傲台湾人 这我没得到 我要讲的是你的手法 国民党再怎么卑劣 你主张两岸一家亲 你也还不至于去没收台湾旗 没收那个台湾海内外人精神象征的旗子 你也不会把他们丢进垃圾桶 也不会让纵容所谓的国安局黑衣人 在场内去拉扯 去把人家五花大绑 他们不过就是拿了一个台湾 是台湾 好 纵使这些事情 是在你不预期情况下发生的 你事后可以道歉吧 你事后可以为这些行为道歉吧 没有 发动网军 铺天盖地黑 我们说 明明这个黑衣人就是国安局的 不是台北市政府的 我请问你 世大运的总负责人是谁 一个总负责人 作为一个世大运的总负责人 你看协调会议吗 你所有的这个国安局执勤 如果你说一声不 难道他们会硬干吗 再退一百步讲 就算这件事情不小心发生了 请问你事后 为这些被抢旗的人 被把旗子丢到垃圾桶的人 只是单纯的说台湾就是台湾 就被你这样子羞辱的人 你道过一次歉吗 没有 所以我要讲的是 你的信仰是你家的事 你要两岸一家庭随便你 但是你的手法必须文明 所以他这次道不道歉 对我来讲毫无意义 再者 我觉得我长期观察柯文哲 我是媒体里面 第一个揭穿柯文哲谎言的人 那时候我付的代价是 铺天盖地的王路易勇军攻击我 从头到脚攻击我 攻击我的小孩 攻击我的父母亲 攻击我 攻击我太太 攻击所有人 那 连小孩都攻击吗 对啊 对啊 因为我有一个儿子是在美国出生 那那个过程我也不用多解释了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在美国出生 其他孩子就在台湾 这件事情也要被成攻击的对象 那我也没什么好讲的 这个我爱 我爱让我小孩在 在月球上出生 这也是我的 我的 我的权利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网路易勇军的水准 那大家不就是论事 那么 好 再讲到网路易勇军 你说好 我相信你 可比就算你讲的 网路易勇军是你管不着的 假设是这样子 不过事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手上掌握的证据 还包括你一些网路勇勇军 你开会的照片我们都有 我觉得决战时刻还没有到 我看你撒谎可以撒到哪一年 好 就算这些人是你 跟你没关系 你事后可以出来谴责吧 你可以谴责这些人吧 今天如果有人假计了 真心看迷失名义去骂人 我觉得会站出来说你们 虽然我不认得你们 但是我希望你们适可而止 但是他不是哦 他幸灾乐祸 所以我说 这个人的问题 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 投票的问题 压倒性的人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认为 克文哲的问题 不是认同的问题 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是人格的问题 好 所以 因为我比较担心的 倒不是 不只是人格问题而已 而是 国台办出面的时候 都是 就是让我比较担心的 当管中敏事件的时候 国台办出面 当 柯P 道歉 是不是的时候 国台办主动出面的时候 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 我不觉得 国民党 新党 清明党 这些人是 大家的敌人 觉得不是 就以民进党 因为我是民进党员 就以民进党员立场 我们的对手 不是国民党 民进党 我们的 最担心的对手 而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每次当中国的 国台办人出来 讲话的时候 都是我们所有台湾人 我们必须要就仔细看 国台办支持的人 才是我们的对手 这个是我个人的态度 那但是 我们还是要回来说 媒体的问题 因为今天 黎智英是推出了他的新书 那我们节目里面固定 也会介绍一些书 有空的时候 我很希望能介绍 黎智英的书 他是说选择不做普通人 那黎智英 他就是在香港发展 《苹果日报》 他遭受到的 问题是说 到他的豪宅旁边附近 都是有中国方面的 情势体系来监控 然后让他心生害怕 连这样的人 他拥有很多的财富 他都有担心说 他是不是有不能保护 他自己的欺小的时候 更何况是我们台湾 其他的媒体人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了 你看八百壮事 他反年改一出来 先打的是记者 他就是要让记者们 在拍照的时候 在做新闻的时候 对于这个系统 心生畏惧 他是有系统而来的 那所以像林智英这样的 面对中国的 整个中国就铺天盖地 而来的攻击 我觉得这个香港 现在是这样 未来台湾会不会是这样 那所以你像你刚刚提到的 对于网络义勇军 他的动作 我都觉得还 只是 只是小而刻意 未来中国对 中国对于香港的媒体人 他是出动黑道分子 把他的总面积打到驻越 断手断脚 那这样的情况在台湾 会不会是下一步呢 我必须觉得 香港人其实 我蛮佩服他们的勇敢 香港已经被中国收回去 成为他们的特区 其实就他们的一省 跟台湾不一样 对 他们都可以这么勇敢的 上街头发声 去抵抗这些红色的势力 台湾现在上街头 会去对抗这个所谓的威权 或者是不公不义的人 只剩下800壮士 只剩下那个 一个月从11万变成10万的人 才会去上街头 所以我担心的是 蔡英文执政之后 你看支持台独的 支持这些社会改革的人数 锐减 这才是台湾民主的杀手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今天台湾人要把这个 要看清楚 我们追求的不是蓝绿哦 我们追求的是价值哦 我同意余燕讲的 我们最要担心的是 这个红色势力染指台湾 但是我要讲的是 台湾人也变中间 因为台湾不是香港 台湾不是中国的 美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我们在周边的友邦 对于中国对我们的一举一动 包括要改这个航空公司 要改台湾是中国的国家 就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或者是那个飞机 没事在那里飞来飞去 这件事情美国没有一样 没有回首 那么我们也知道 国际监视这个态度 那台湾自己呢 台湾自己有没有做一个 比较强硬的宣誓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们要好好反省的 我们缴税给政府 现在是纳税季节 要的就是希望政府能够保障人民 能够在人民自愿的选择的情况下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 政经看民事 喜乐岛联盟 我们要推公投的原因 因为台湾要作为中国的一省 还是要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 还是要什么也不做 大家来摆烂 然后每天喊台独 台湾就会自然独立 还是要维持现状 所以现状是什么 这一切的选择最后都要由人民来选择 没有人可以替台湾人做选择 这是我们所力争的一个民主的理念 今天节目现场来的是彭文正 一个讲的不完讲不完的那个人 不会不会看到彭教授 其实很帮 因为彭教授的太太李金玉 是我从小的朋友 有时候很帮你们担心 因为我自己是当时研究香港媒体的情况 那这就我借黎智英的说法来说 黎智英常年对抗共产党 他就说共产党是你怕他没有用的 你越怕他的话 他越会挤压你越搞你 然后如果你怕他要来 可是你不怕他 他还是会来的 所以你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国家 相信我们要有我们自己自尊 然后我们必须起身来捍卫 我们才能够保全台湾的民主自由 这个是一个香港媒体大亨 来到台湾之后 他的想法 黎智英说他真的很喜欢台湾 那他相信台湾的民主 是一个过渡的学期的过程 他希望台湾人 他觉得台湾跟香港不同 台湾人讲话 他不会告诉你 很多事情他不会真的很明白告诉你 那我当然也觉得 台湾人实在太温和太好了 我们希望好好的保卫我们的台湾 那彭文正彭教授 是用他的方式在保卫台湾 他每天在正经看民事 讲的都义愤填衣 今天早上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希望他等一下 可不可以多跟我们讲一下 一些他生活里面感慨的内幕呢 现在时间是8点46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想要水波炉 我想要日本原装冰箱 我都想要 妈妈的愿望 夏普家电一次实现 买日制冰箱 送无限快充吸尘器 凉暖离子清净机 好理二睡衣 还有哦 买神水无控草洗衣机 送超音波洗衣棒 买水波炉或零水锅 送一千五百元 永龄有机食材加菜筋哦 夏普跟你一起爱妈咪 优惠直到五月三十一日 详情请上夏普官网 夏普 妈 我回来了哦 哇 家里好凉哦 妈 你冷气开那么强 电费会飙高耶 冷气我开到平常是一样的哦 我是从米松家事部 最新的三屁 环保全遮光部 百分之百遮光 一头照顾一尺 而且同贵欧盟O-Cortex 二级环保认证 有MIT微笑标章 保护安全健康 大家来信赖 建设台湾製作 英文为我们用心 米松家事部 国联大饭店 自助餐午餐六百五 晚餐六九九 献起优惠九折 铁板热烧鲜鱼虾 新鲜剩鱼片 让您尽情享食 一道利面及二楼中餐小吃 指定信用卡八五折优惠 另外一楼新餐牛排 买一送一 国联大饭店提供喜宴会议专案 是您喜宴会议场地最佳选择 国联大饭店 零二二七七三 一五一五 来来来来来来 零二三大和赏气密窗 邀请你最早来参加 由保护神仙所基盤的 造型温泉秘境 新鲜鱼的活动哦 五月二十六号 五月二六 拜六再去九点九十二点 在捷运新北头战前广场 零二三大和赏气密窗 在现场提供免费体验活动 五月二六五月二十六号 零二三大和赏气密窗 邀请你带到保护神仙 那这回来临办 新北头一定要来哦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 文化局提供 保护脸部网 北部 中部 云嘉 花莲 连线播出 保护脸部网 是咱的电台 欢迎回到超级报报 我是简约燕 今天节目现场是彭文正彭P 彭P我记得在管中敏事件的时候 其实你看起来就我就觉得你非常委屈 因为最早的时候你本来是台大的教授 新闻所教授 但是后来因为有人说你兼职 你说说好吧 那你们不爽我就辞职 我那个时候还蛮担心的 因为你在台大也多久了 二十年 对你在多久可以退休了 一年半 但是中间有一年是可以休假的 所以严格讲起来 你只要再做半年你就退休了 那那个时候大家就说 台大教授不能兼职 即便其实讲上电视节目 当时是不算接受 不算兼职的范围 可是你觉得要用最严格的检验 所以你就辞职了 所以等于是把退休金就丢掉了 那相较之下 管中敏事件的时候 管中敏就说他讲学什么都可以 不必申报 当然就让人家觉得不舍 那我自己每次看彭P上节目 我最喜欢看的是金玉在旁边的时候 把你忍的时针 就是发现你又一直讲讲讲 讲到他觉得可能很激动很激烈的时候 我最喜欢看李金玉 你的这个美女太太在旁边瞪你的时候 我就会在电视机前面哈哈打笑 那平常要多听老婆的话吗 我何止是听啊 我简直是严丁寄从 我简直是狗腿为成功之母 原生座右铭 金玉是真的非常辛苦 他一方面照顾家里一方面陪你上节目 对不对 对 但这几年来的委屈你很少在公开的场合提过 就包括我说刚刚的只剩一年你就辞职掉就算了 那没有什么好委屈那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呃只是相对照于管中民我更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呃对于法律的认知跟对于道德的标准跟自我约束的那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我走过台大那一段时间呃台大也好管中民也好没有一个人敢回应我的任何一个质疑 因为他们知道我了解内幕 所以我把所有管中民的事情我所有的疑问一个个列在我的脸书上面在我的节目当中讲所有听管中民的人没有一个人回应 嗯因为他们真的知道因为你就辞职了嘛 他们知道我每一件事情的细节我都很清楚而且我走过他们不能说谎 嗯我我其实看民事事情或你当时在台大呃被后来辞职掉的事情其实它是同一个脉络呃当 其实我辞过两次啊我第一次辞职一定是因为慈记的事情嘛哦我就离开了嘛是那后来就这个离开我说的我比较在乎是离开台大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台大内部的标准不异非常的不异 对对待管中民或对待彭文正的时候呃他们对待管中民的时候内部就很多的宽容 好那相对管中民是要当校长的人哦嗯我只是一个阳春教授在我那个时候对那他其实凸显的就是呃我们台派的困境 嗯你看民事他面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呃你那一天的晚上呃就是声援民事他民事的说明大会现场来几千人 那现场现在很热烈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愿意为新闻自由做后盾那有什么事我们普通人民可以做的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再说一遍他不是商业问题他也不是民事跟谁系统台之间的问题因为各位想想台湾有系统台以来这几十年从来没有一家因为价格谈不拢或条件谈不拢被断讯的 我讲到这边就好了就够清楚了细节也就不用再谈了更何况民事不是雪花台民事不是一个没有人看的台嗯 他是所有这个相关上下游产业中眼中的模范生金基母他的广告收益跟厂商的喜好度是好到不得了嗯 那怎么会有人这么笨去做这样的事情把他断讯呢 那他们不是说民事新闻不提供讯号哦所以价钱谈不拢又不提供讯号所以规则 第一个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过讯现在我们源源不绝没有你们都有公讯号是的所以台湾宽平从头到尾都收到我们的讯号 我想这他们不敢否认嗯好第二个价格谈不拢我们大家看看嘛台湾有史以来没有一个电视台因为价格谈不拢被下架的嘛好那第三个呃他说等我们授权没有授权他们不敢播其实 我们的讯号一直源源不断但是台湾宽平从今年的一月一号就没有付给民事钱哦他就在白吃白喝到现在对所以他欠了民事多少钱欠了民事详细情形我不知道据文大概是五六百万吧那但是我说真的啦这些钱就黎智英而不就黎智英就郭台铭来讲嗯或者就民事来讲都是小钱 所以这不是个商业问题我再讲一遍这不是商业问题那么从头到尾这个问题的背后应该去看他到底是谁哪一只手在下这个棋这半年来台湾陆陆续去发生这个八百装饰街上街头打人然后你觉得这些退降真的是为了一个月十一万变十万你觉得他们是为了一万块吗当然不是哦我认为他们闹这一年人的闹这局哦到对岸去可能可以领 一千倍或者一万倍的筹用金那再包括管中民的事件你觉得是那么刚好一个不小心发现哎呦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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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刚好是我的评审哦嗯然后呃这些人集结在一起不小心刚刚好就把广州民给拱上去这都是安排过的布局啦嗯就是所有的力量都进入到台湾 那当然在这个艰困的时刻呃我们还是必须坚持台湾人基本要的所有的理念价值想法啊每天快乐的做我们的新闻 维持一个台湾人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权利而且股市的基本人权而且我也希望我们这些民嘴朋友们在所有的压力之下我们每个人活的呃开朗健康快乐啊这个就是我们所坚持的台湾价值那也相信讲出真话来呃毕竟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啦对所以我今天很感谢彭文正来到我们这部现场一起努力加油给他最大的温暖加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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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我最想是找到特有的好地方了啦 处边有左岸公园自行车道 未来淡江大桥 青贵捷运V36站 驾路都会到 588萬起 兩房鄉海景飯店宅 8630 3086 台北秦灣